史上最倒霉黑帮 不光被女鬼逼得在田间裸奔 还被村民们豁埋在墙壁里玩成语街龙 今天说一个搞笑的惊悚故事 实施两公里 一辆汽车驰骋在乡间的公路上 司机叫小强 是黑帮老大熊大的手下 他们前不久刚截获一批钻石 小强也很出血 二话不说就干晕了熊大 私吞钻石跑路了 小强正美滋滋地想着 以后潇洒的好日子 却被突然出现在公路上的黑影 吓了一大跳 一个急转弯 车子成功报废 幸好生活在附近的村民们发现了他 还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这个村子很奇怪 只有几个村民和一栋房子 村民解释 这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出现了自然灾害 其他的人全死了 政府便帮存活的人盖了一栋房子 他们几个才全住在一个房子里 听到这番解释 小强也就放下心来 毕竟淳朴的村民们又有什么坏心眼呢 晚饭的时候 小强谎称肚子痛 来到了厕所里 拉出了钻石 看着闪闪发光的钻石 小强心里又是一顿美滋滋 门外却传来敲门声 村民们看小强很久没出来 就决定戏耍他一下 骗他呀 说有警察来了 这把小强吓得 裤子也不提了 直接把刚拉出来的钻石 又给吞了回去 随后擦了擦镜子 想欣赏一下自己帅气的颜值 却看到了镜子里 站着一个女鬼 啊的一声惨叫 小强脚底打滑 脑袋磕在马桶上 晕死了过去 而外面的村民看见小强这么久还没出来 就撬开厕所的门 只见地上躺着一栋不动的小强 其中一个村民 在他的鼻子里发现了一颗钻石 几人居然物归原主 把钻石塞回去 原来是要先想好怎么处理小强 比如埋进墙里就挺保险的 他们把钻石收好 还一榔头 把醒来的小强再次打晕了过去 不料还没分好脏 熊大和其他的小弟找到了这里 看着村民们吱吱呜呜的样子 机智的熊大立马明白 这些村民们一定被小强给收买了 于是立马让其他小弟进去搜查 但就是不见小强的踪影 难道小强还会钻地树吗 熊大决定在这里住下来 自恋的他还让小弟把他的照片挂到墙上 一个鼻子特别灵的小弟 在钉钉子的时候 透过墙壁闻到了小强的味道 而且还听到了小强微弱的呼喊声 但其他人根本不相信 墙会说话 你是当我智商250吗 其中一个人直接拿着平底锅 大力地把钉子钉了进去 为小强抹挨一秒钟 深夜 熊大跟着奇怪的声音 来到了村庄里一间破旧的学校里 却发现村民们正在吃人肉 他吓得大叫 结果转头又看见了女鬼 啊的一声 熊大从床上弹了起来 他绝着屁股拿着刀 警惕地看着四周 却并没有异样 看来呀只是一场梦 但在吃饭的时候 小弟却对熊大说 他晚上真的出去过 难不成这村里真有妖魔鬼怪 作为黑帮的头头 熊大向来是不怂的 他决定啊 带着小弟们去旧学校打探一下 为了镇压住女鬼 他和小弟们把裤子脱了下来 因为听说啊 男人的那东西能镇压住女鬼 结果女鬼根本就不care他们 还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一群没穿裤子的男人 就在田间逃命 那画面呀 简直不要太美 此时他们没有注意到 田间的村民们 在慌忙埋着小强的尸体 一边是大白天裸奔 一边是大白天埋尸 双方啊 都不敢对上视线 自然就糊弄过去了 又是一个夜晚 头上顶着钉子的小强 从土里爬了出来 他再次拉出钻石 仰天大笑 果然自己真是一只 打不死的小强 经历了车祸 铁钉 活埋都没死 谁知啊 天上闪过一道雷 郑重他的眉心 小强又倒在了地上 闻声赶来的熊大 只看到了一具焦黑的尸体 他掰开了小强的手 找到了钻石 目的达成 熊大便立马带着小弟准备回去 他还赏了村民很多钱 但村民们只是恶狠狠地盯着钻石 毫不意外 村民们对着熊大他们 就是一顿暴打 想抢走钻石 熊大跑到悬崖边 吞掉了钻石 跳了下去 结果啊 他却没死 反而又掉到了那所旧学校里 前有美丽的女鬼 后有凶狠的村民 熊大心一横 既然两边都是死 那么老子 死也要做个风流鬼 他跑进了学校里 但女鬼根本没有杀他 反而帮他包扎了伤口 并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呀 他才是村里的原住民 外面的那些村民都是逃犯 当初逃到了这里 原住民好心收留了他们 结果这些罪犯 把所有原住民都给杀了 他也就这么成了女鬼 看着女鬼悲伤的模样 熊大顿石心生怜爱 决定帮他复仇 女鬼却说啊 其实他已经被村民抓住了 现在这一切 都是自己在托梦给他 熊大一个机灵醒来 发现自己果然被绑在河边 蹲守在他身边的罪犯 也原形毕露 准备啊 破腹取钻石 紧急关头 小强又出现了 还真是人如其名 不过事实上 是女鬼附到小强身上 想来帮忙 可惜罪犯们 已经清楚女鬼的套路 放手佛金 就轻松压制女鬼 然后准备 再次破开熊大肚子 对方却笑着说 他还有很多钻石 只要把他给放了 就说出钻石的地址 罪犯们一听 竟然还有钻石 立马乐呵呵的 松开了绳子 坐上汽车 前往熊大所说的地方 不过这些罪犯也不傻 他们临走前 又把熊大和他的小弟们 封在了墙壁里 熊大一点也不着急 因为他说的是 自己死对头的地址 到时啊 这些罪犯 别说捞好处了 泼一层皮 都算轻的 结果啊 谁也没想到 女鬼附身了司机 把车子开下悬崖 结束了罪犯们 罪恶的一生 另一边啊 墙里的人无聊的 玩起成语街楼 期间小弟 估摸着自己 没有什么日子可活了 就开始嘴臭熊大 不料熊大一个暴怒 竟把墙壁给弄开了 等待这位小弟的 自然又是一顿暴打 故事的最后 熊大前来祭拜女鬼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 总体的风格比较轻松 不算一个真正的惊悚故事 但在搞笑之余 我们也能知道一个道理 那就是 比起鬼啊 人心才是最可怕的 这里是八戒爬电影 我们下期见